呼吸你给的爱 付出很多 未必一定有收获 像个好情人的心情 不过人生有他 就必定快乐 永不离开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 就永远不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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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恩羽之声》筹款节目《恩羽里程》 三十年前我们由多伦多本地电台节目开始 发展到去电视节目 还去制作和派发光碟 到今时今日的互联网传播 这个历程是见证着神丰盛的恩典 传言的供给和带领 除了向全球华人送上真实的生命见证之外 《恩羽之声》经常走入人群 举行报道会和特别聚会 透过不同嘉宾的生命分享 令到受众有更加直接的感受 接着大家会听到一位应邀出席聚会的女士Amy 讲一下当中缺制信主的体会 一起听一下 我本身有一个自闭症的小朋友 我三岁当时就认识了 我作为一个妈妈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我认识什么是自闭症 我学习如何跟她相处 学习如何教育她 跟她沟通 Aaron是一个有很多行动的小朋友 她未至于说会很激烈 但她可能会打破家里的东西 会跑走 和会很不听话 但我自己都可以这样说 都做得不错 虽然她真的很挑战 最大的问题 用钱来解决 有什么事 到她十二岁那一年 我把心还Home School她 既然我自己能够做得到 我又学了 我又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为什么我不只是在家教 Aaron的人生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在Amy的控制 用你去教她所有的东西 教她的技术 教她和人沟通 教她玩 带她去健身 吃饭 买饭 教她买饭 全部都是Amy做的 由十二十十岁 Home School她去 我真的很成功 我个人觉得很骄傲 去到一个骄傲的地方 每天觉得自己 我都运筹为压 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本身是行为治疗师 又要每天照顾儿子 Amy认为 所有事情都可以处理 但没有想过有一天 事情会脱离她的控制 到十七岁 突然之间 有一天 我看到她的眼神 她是变了 她看着我做这个妈妈的眼神 她是很凶恶 而且很生气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事生气 有什么事 她会用这个眼神来看我 而且看其他人也是 只要每一个人走近她身边 她就会冲来那里 然后撕破你的衣服 然后她就会跑去 这个情况 维持了六个礼拜 六个礼拜里面 又巧得了 我老公因为她是合约的认识的 她结束了合约 我就跟她说 我老公老公 我们先不要找另一个合约 我让她留在家 看看我这几个礼拜 可不可以 再搞得了 想谈讨她的 行为治疗师 Rachel 和心理学家 那么不幸 她们刚刚去美国的议会 事发的时候 我刚刚去美国上议会 我回来一个礼拜 Amy已经立即打电话来 她那晚已经说 不行了 可不可以立即过来帮忙 夹手夹脚 带她进医院 这件事我唯一可以做 如果一件事在我的心里 她是有心理问题 她可能有精神病 其实要一个妈妈 亲手送自己的儿子进医院 你也知道 因为她本身是一个医院 她很熟悉 特别需要医院的健康 这个系统是怎么办 她知道送了她进医院 你是不会那么快 可以见到她回来 其实已经不用想了 其实你要做那个 那一刻 其实她们已经很熬 真的熬了很久 真的没有办法 才肯失去这个控制 因为她都没有办法 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但是送到医院之后 问题未能够解决 医生分析不到 Aron行为失控的原因 唯有控制她的活动 我的儿子在医院 塞了差不多八个礼拜 她真的很痛苦 不是每天被人绑住在床上 就是困在一个很小的房间 什么都没有 我每天去探她 她只问我两件事 妈妈 回家 妈妈 帮我 我真的很心酸 我每一次 当她问我的时候 我什么都回答她 我可以回答的就是 I will take care of it OK 就是直接忍不住眼泪 就不停流出来 我认识了Amy十几年 真的没有见过她 那时候 你看到她 那一刻 已经不只是借了 你看到她那一刻 就是hopeless 她只是没有希望 贫能到个人 就是 已经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最后 医生转介Amy 去一间 专门治疗自闭症儿童的机构 但是申请之后 要等很久 这个London Ontario 有一个institute 它是有group 一team人 是专门做自闭症的小朋友 但是 他们只有十个床位 现在有一个床位 空缺了出来 但是同一时间 有三个小朋友 是和我儿子 是差不多的situation 所以 我就很担心 很担心 我怎么办呢 因为那个institute 够十八岁 其实他就不收了 但我儿子已经十七岁 但是他平均的 位列是两年的 要不他立即收 要不他就没有希望了 很多身边的朋友 都是基督徒 他都是为我祈祷 其中有一个 是一个牧师的太太 都是我同事 他一天就跟我说 Amy 你祈祷吧 祈祷真的可以 当一个人 由一个 觉得自己是一个 运筹为握的人 而去到一个 这么无助的情况下 我用钱 我解决不了问题 我用我自己的力量 我解决不了问题 既然这么多人告诉我 我可以 为什么我不会试一下 为什么我还要 我心这么硬 为什么我还要 这么固执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到了我 决定 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 每一晚 每一朝 就去为我儿子 去祈祷 祈求我儿子 有一个好的出路给他 有一个比较平坦的路给他 在忐忆等待的过程里面 有位基督徒朋友 邀请Amy 去参加《恩语之声》的报道会 在聚会里面 当嘉宾真诚分享经历的时候 Amy的内心受到感动 突然之间 他们说到见证的时候 突然之间 我心里面 真的很有感动 感动得很重要 我听完之后 自己的眼泪 是不其然地流出来的 当他们问台校 什么人想抉治 我真的听到那把小小的声音 在我耳朵边跟我说 是时候了 真是很奇怪 我就不其然地举起手 就是这样就决志 就是这样就信了主 我是一个 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认识的人 因为我人的心是很硬的人 我是比较一个 信自己 多于信任何人的人 亦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人 但在那时 我竟然是被主信服了我 他那一刻是真的 憑着一个感恩的心态 去回顾他人生历史 发生过的事 其实他觉得 不是真的那个好彩 其实是真的有个神的 几天之后 倫敦的机构就打电话给Amy 他们可以马上接收Aaron 隔绝一个星期 他们就说 他们收我儿子 在我心里 我觉得 除了神有能力之外 其他人 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每一天 我都祈求 祷告 感谢 对Amy 信主 最大的收获 就是得到平安 凡事都可以藉着祷告 交堂给神 我的人最大的得着 我换了回来 是我很开心 我很平安 那种平安 是我从未曾试过有过的 当我每一次 所以我有一些事 我没有睡觉 以前我就惨了 我整晚 要吃药来帮助我 一眼到天亮 唯有选择 但现在 每当我有事发生 我一祈祷 我一交托 我那晚 我完全很放松 我就睡得着了 我完全没人试过 睡不着觉 那种心灵的平静 我真是前所未有 我真是用言语 我形容不了 平安了 而且整天走来跟我说 不要太大压力 不要太 stress 不要常常在中心 随着而安 我就说 你跟我说随着而安 我就说 行了不要紧了 可以的了 平安点 你突然掛在嘴边 现在我学会了什么呢 很多时我去回望 我自己过去的一生 其实主 是给了很多次机会我 不过我错过了 但是今次我不会了 我不再错过了 我这一生 我都会被祂信服 我这一生 我都会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这一生 我都会宣扬祂福音 很感谢恩宇 常常安排这些报道会 给我们这些朋友去参加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见证 其实不是作出来的 是真实的 既然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去信呢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去不相信呢 是不是 这是一个我们的得着 如果恩宇能够继续做多些 这些报道会 其实是帮到很多很多很多 有需要的人 OK 亦都可以跟我一样 得到这个平安 快乐 喜悦 恩义之声 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和个人亲身的见证 借着各种的表达 能够使那么多人能够听到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实际上是衷心的感谢 我们特别在这里 供祝恩义之声 恩上加恩 力上加利 荣上加荣 在这个资讯发达的世代当中 我相信恩义 会成为 在今天传播福音 和让人得到福音好处的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媒介 所谈现神继续使用你们 帮助你们 让整个角度更多的开展 让人心得着改变 让神在你们的机构当中 在你的福祉里面 去得上荣耀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 像Amy那样 透过恩允认识真理 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 亦希望你们更多支持我们 我们义工现在等着你的电话 请立刻打电话来 或者上网捐献支持我们 《恩与之声》今年的报道会 包括了一生最美的祝福 有蒋丽萍小姐 黄军兴小姐 和陈友先生 分享生命经历 亦有真志的爱生命分享会 有张玛丽小姐 和吉宗明牧师 做分享嘉宾 合共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出席 当中有不少人厥持信主 我们一起看看这些聚会的盛况 我和陈友先生说 他是朋友的 不是到外面的 你藏身在那里实的话 我和神的关系不再接不接 是吗 好 加油 好 好 你好多不是姓沙 你姓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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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田友 你姓沙 你姓沙 你就是他田友 你姓沙 我打两个鼓 你唱首沙喇 我打鼓 我看到有重病 他給我認識了神 給他碰到一個神跡 本來我不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但是經過這個神跡之後 我開心了很多 我會問你 識事跟我明媚 但他不是你的預期 上帝早點與你 我跟我們一起的喜樂 我們請多十字架的朋友 十三位朋友 請你走出來 我永生兩套目 Hallelujah 我們來祈禱 祈禱給你好嗎 為你祈禱 將你的名字 放在天上的生命冊 我希望有更多個爸爸出來 Hallelujah Hallelujah 有得散發 要求你成為我的救主 求你享受我的人生命 很感謝恩雨之星 這次給我機會來到多倫多 和大家做個見證 通過這個過程中 我認識多很多多倫多 和恩雨之星的背後 原來恩雨之星 是一個很大的內容製造的單位 它製造了很多很多節目 讓我們華人地區播出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我發覺恩雨之星能夠做到今天 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做節目不難 但是播出節目更難 我希望有機會繼續 可以和恩雨之星合作 恩雨之星可以更邀請我 將我懂得懂得 學到的 和大家分享 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恩雨之星 讓恩雨之星可以做更好的節目 更加感動人心的節目出來 多謝大家 我曾有呼籲大家 一起去支持恩雨之星 恩雨之星在過往的日子 能夠神秘神使用 帶領很多很多人信主 這是非常難得 其實帶領一個人信耶穌 比遠超過千千萬萬的金銀 我本人特別期盼恩雨之星 在未來的歲月裡更加努力 完成主的大使命 並且希望眾信奉 都能夠同心盡力的討告和奉獻 支持恩雨的工作 恩雨之星是需要你們 繼續以討告和捐獻來支持的 我們的義工是等著你的電話 請單現在顯示出來的電話號碼 或者是透過網站 隨時上網捐獻 恩雨之星成立三十年 由多倫多擴展到世界各地 由傳統廣播到網絡傳播 走入萬千家庭 成為世界各地華人社群熟識的朋友 其實恩雨之星這個名是怎麼來的呢 不如我們聽聽恩雨創辦人之一 吉宗鳴牧師說下這個故事 當我1985年在教會裡的工場侍奉 募會了四年 我就得到一個神秘的感動 就是我要出來做一些報道的工作 但在報道裡面 我都發覺有什麼方法更加有效 福音可以更加遍傳和深化 我想除了每屆都不會有其他更好的途徑 當有這個意念的時候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教會裡有一個牧師 是一個黑人牧師 帶我去以前的1540的AM電台 他就幫我引建 就和這個Chin Radio的總經理聊天 很難得的機會 這個總經理就願意給我們 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去做這個 broadcast 就是傳播的時間 好了 這個總經理就開始和我簽合約 簽合約的時候 他就問我 他說 貴寶豪 你們公司叫什麼名字 我當時說 我不知道 我只不過是你見面 誰知道這麼快 不過當時又很奇怪 我可以靈機一動 不如這樣吧 我和你簽了 然後下午我會給你答覆 想不到他又肯 這個已經是很大的奇蹟 簽了合約之後 就回到自己教會的辦公室 我的辦公室和教會觀眾 最後一排的距離 我想大約15秒鐘就可以去到 我就想了很多名字 但是我覺得很多名字 都好像被人拿走了 都很好聽 我就祈禱了 上帝你 我現在洗濕了頭 麻煩你幫忙搞定他 給一個名字 不單是給我一個名字 我是要求你的印證 那是一個很不知覺的下 我就說 有很多師哥裡面 裡面的名字 可能會啟發我去想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在我的座位 去到觀眾席 最後一排就去拿一本 那時的那本師哥 都是叫做《宗主新歌》 用咖啡式那本 但是很奇怪 就是我在走路的時候 我撐了一首師哥 是我沒有意識地帶 就撐了 撐一邊撐一邊撐一邊撐 撐到回到座位的時候 我坐下 打開就是我所撐的那首歌 那時候找到已經開始有些震撐 我看到那個歌名 再詳細就 原來就是 那個意思 就是要把這個福音 要好似的雨 因為雨淋到大地 滋潤所有的人 那首歌的名字 就叫做《欣雨大降》 我還很感動 我知道這個一定是術神 給我一個很大的奇蹟和印跡 所以根本就不用想了 我就立刻打電話去 我跟他說 我已經有了這個名字 名字叫做《Shower of Blessing》 那首歌就叫做《Shower of Blessing》 就是《欣雨大降》 好聽一點 就是《欣雨之聲》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Shower of Blessing Evangelistic Ministry》 就是這樣產生 一個機構 一個服事 能夠堅持到三十年 實在是不容易 而且很多神的恩典 整個《欣雨》的團隊 那種異仗使命同工 這麼辛苦的擺上 最值得的就是為著 上帝的榮譽為著福音 所以祝福《欣雨》 另一個三十年 更加夢神的《欣典》 拍攝見證三十載 《教宗遍布至地籍》 《欣雨之潤人心田》 《廣傳福音送祖明》 我相信 《欣雨之聲》 走過過去這三十年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必定走得更加的穩健 回望三十年 我們每一個足印都見證著神封城的恩典 指望將來 仍然會信教主的帶領 我們感謝剛才各位嘉賓 真誠的分享和鼓勵 也多謝各位奉獻支持 你們的一分一毫 一點一滴 對我們也是十分重要 在這裡鼓勵大家 更多使用《欣雨》的Facebook 和YouTube網頁 還有我們自此的網上平台 《晴天下》 用當中的見證短片 和圖文信息 向微信的親友送上 美好的生命信息 好了 節目時間就到 我們義工會繼續留守 接聽大家的電話 再次感謝各位捐獻支持 也歡迎大家 隨時來到《欣雨之聲辦事處》 索取見證光碟 和捐獻支持我們 冤神恥福你 《欣雨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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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工作構言 《欣雨之聲》 它們播放 ended 滴滴恩羽,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羽之声 以世界各地华人 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